被骗 陈阿珍100 林豪迈96 张大头100 洛宁谷50 阿宁谷 你要加油 考试记得回去给家长签名 下课 大头 你的考卷借我看 好啊 珍珠 公园巨587万出现了 一起去找啦 大头 你的考卷啦 我明天跟你拿啦 快快快 我还赶着去送稿 好香啊 大包的 我要两袋 老板 我要两袋 老板 地瓜球怎么卖啊 小包12颗30 大包25颗算你65 那 我买小包的两袋 大包不是比较划算吗 笨小子 12颗30 一颗是2.5 乘以25才62.5 算你65 你老爸这么好被骗吗 你看路边那位乞讨的老先生 看似可怜 其实是开宾室的 这位卖水果摊的老板不诚实 他的棒称老是多加了几两 先生 谢谢你 不客气 这位卖玉兰花的阿婆是真的 儿子车祸在医院 他还有三位可爱的孙子要靠他抚养 哇塞 爸比 你怎么都知道啊 嘿 这叫做洞察力 免得被骗啊 爸比 我今天国语考不及格 老师说一定要家长 想骗谁啊 考卷拿来 欸 罗先生 带儿子逛街哦 欸 你看 我儿子国语考一百分耶 爸爸不是啦 真会读书 哪里哪里 爸比不是啦 签名是吧 简单 拜拜啦 拜拜 你的孩子真棒 算了 名都签了 这样错就错吧 哼哼哼哼 是陈老师 要家庭访问哦 呃 待会就到嘛 好好 喂 是大头啊 哦 来哪儿考证啊 呃 没事 找我的 呃 大头 糟了 等一下老师要来家庭访问 爸比以为是我考一百分 事情大条了 怎么办啊 啊 那我先闪了 呃 老师好 罗宁哥 妈妈在吗 不在 我刚刚打电话时 妈妈还在啊 嗯 因为妈妈说 要去买水果 请老师吃 啊 是陈老师啊 是洛太太 请老师上来坐 你妈咪不是去买水果吗 她是走屋顶到 隔壁隔壁的 那位卖水果的 阿嬷家买的啦 你妈咪是弹力女超人 会飞檐走壁耶 我先上去帮你开门哦 老师咧 在后面 我突然重感冒 我先去房间自我隔离 阿宁古扯了个谎 话说回来 是我搞错考卷在先才是 老师家庭访问 不但没责怪考试不及格 反而称赞起阿宁古 助人为善 热心公益 我说阿宁古 考试是一时的 不论你考试成绩再怎么不好 人生有再多挫折 我们都要诚实地勇敢面对 阿宁古 身体要好一点了吗 妈咪 我不是故意的 好好 下次不可以再说谎咯 其实啊 我还蛮喜欢你的想象力 如果我可以变成坦力女超人 以后买菜 做家事都不用成了 那爸咪可以当大力士超人 一吃完早餐 就把你和哥哥丢到学校去 都不用跟人挤工程到学 太多了 那就太完美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就是哪里啊 糟了 把别把我们送错地方了 歌词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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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震吗 我是说 你再跳下去 这栋老公寓要被震垮了 你老爸是在找写歌灵感 哇塞 爸比 你会写歌哦 你老爸大学时代 就帮The Party 摇滚乐团写过歌呢 The Party 很红吗 要倒了 是你把他写倒的吧 那有什么好臭屁的 那你有听过 摇滚教父500吧 他可是当年的The Party 的主唱呢 他够红了吧 你真的帮他写过歌哦 想当年啊 有一天学长介绍了个写歌的案子 为了新专辑和500相处了几天 一起创作 耍废 聊音乐 虽然The Party 出了第一张专辑就解散了 但万万没想到 当年主唱的摇滚小子 现在这么红啊 我未来也要写歌 当摇滚巨星 我看算了吧 依你的资质 摇摇铃鼓 乔乔三角铁 应该是极致咯 这小子不知怎么了 有样学样 也开始听起摇滚老歌 跟老板讨论摇滚乐 经过巷口乐器行 总会望着那把 挂在橱窗里 闪亮亮的电吉他 一个人常躲在房间里 说在写歌不出门 老师说阿宁姑 午休时间不睡觉 带着几个小毛头练团 吵到学校不得安宁 聊天上在搞什么啊 早该解散了 喂 洛宁姑 我们解散算了 连我都觉得很惨 每次练团我都塞而塞 对啊 我妈妈都说 再敲木鱼 就送你去庙里当和尚 我们的这些乐器 都是垃圾堆捡来的 哪里像个乐团啦 你怎么可以放弃 这是我们振兴社团的机会 聊天社不止纯聊天 还会唱Rock 喂 阿宁姑 都是你们啦 臭男生 你啦 说什么叫沐浴当和尚 你啦 说什么和尚 小朋友 我还珍藏他出道时 The Party专辑呢 如今这么红的他呀 也有乐团被迫解散的过去啊 是 是Bobby的名字 对 你不能放弃 就算天王也不是一次就成功 老板 谢谢你 看什么 很闲吗 还不赶快跟我回去练团 yes 开心 我们聊天社要救了 没想到 接二连三的风浪 没有击退阿宁姑的斗志 被赶出学校的阿宁姑摇滚乐团 在我们家天台重新练习 但那各个可爱又认真的模样 不爱上他们也难 我说啊 阿宁姑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最美的 往往不在结果 是因为追逐梦想 在脸上绽放的快乐 1 2 3 4 ig量大马甘阿伯 投币是废话 拉噶機 生洛先生 骆太太 快请快请 我unda 我要把私底挂 我要光明下球 出来吃饭 规矩点 都是你啦 来来来 我们来拍照 selfie 回想自己小时候 三代同堂 一开饭 像是大军压尽 也不知道从哪里滚出那么多小孩 你一言我一语地凑成一大桌 一家子嘻嘻笑笑 好热闹 现代人不是在忙什么 把心思和时间都埋在网络里 任由下一代的孩子失去 缓慢阅读纸本书的那种 无时间意识 悠悠晃晃 一夜夜翻读的时光 我说你们两个 还好从小培养你们有阅读的习惯 阿宁古若非迷上电动 现在可是像苏东坡那样的人才 结果变成东坡那样 小心烫哦 哇塞 你还真会结 应该是变成托尔斯泰 是变成托内裤老太太 哇简直是堂壁是废话拉叭 那如果是大唐李白呢 棉花唐阿宝呀 真有你的 去揍他 他们好好玩哦 我可以学他们呢 跟大人顶嘴 没大没小没教养 不要再玩了 闲吃饭 菜都凉了 我们都没在讲话 奇怪哦 我说啊 现在这个世界变了 变冷了 说话的声音变少了 手机平板就像一堵墙 隔开了人与人彼此间的情感 如果我们洛家 不能再像现在这样 逗逗嘴 嘻嘻闹闹 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回来了 晚餐是 哎 阿白 不看路啊 连身招呼都没有啊 这小子 借过借过 我在忙啦 哎 你看这两小子 我说啊 三十分钟外卖到 记得下楼取餐 喂 张太太 线上补习班的资料赖过去咯 很简单 手机作业就可以 是是 爸比 你在发什么呆啊 换你接了 啊 接什么 接龙了 刚刚接到红萝卜 菠菜换你了 爸比 大家都在等你 对了 菜 菜 柴可夫斯基 哎呦 爸比 我们是接蔬菜名啦 你都没在听 对对 蔬菜类 菜桃贵 不算 爸比不算 要蔬菜名啦 不是烹饪后吃的 菜桃贵也是蔬菜做的啊 为什么不能 菜桃贵的已经粘熟了 不算了 爸比 你是来乱的哦 它里面还有菜头啊 为什么不帅 爸比 你说菜头不就好了吗 我就是偏不要 就是要说菜桃贵 哦 爸比 家人的温度就要这样子 没有声音的碰撞 哪来真实的感受 有哭有笑 看着对方毫无遮掩的真实 哪怕是喋喋不休 吵吵闹闹 这才是真正家的感觉 你说是不是啊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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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呢 精神总锦标 忙什么啊 家里没大人啊 喂 喂 快 我晚餐不回来吃了 喂 喂 固人西词 固人西天皇二楼 标花三月下阳中 我下课了 下课了 快快快 走走走走 还没说下课了 这小子突然变了 哎 你 哎 好了好了 安定谷 快弄干净来吃饭哦 哇塞 要去外套空打棒球哦 站住 你把自己弄成什么鬼样的 进去重新整理好 爸 鼻 我已经长大了 参加棒球队 要怎么打扮 是我的自由 震耳的关门声 任谁当父母的 心都给震碎了 回想安定谷怀胎十月 在墙宝中细心呵护长大 上幼儿园 每天吵吵闹闹要妈妈 第一天上小学 硬要爸鼻不能走 陪她上一整天的课 长大一点后 一起嬉闹 逗嘴 抱抱 撒娇 心中那位从小拉拔长大 黏梯梯的阿宁谷 曾经是洛家的小太阳 既温暖又可爱的模样 如今 这一道重重的门 关上了过去 也将关上了未来 也将关上了未来 是的 一年一度 北市小学棒球锦标赛要开始了 现场击满了人 报名队伍实力坚强 来来来 打拨打拨 请退个关键席 加油 这里这里这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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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我们爱你 爱你 我们爱你 我 那位打败泡泡的乌龟 好像你老爸 好酷哦 如果他们是我家的 哇 好羡慕哦 加油 加油 最累 加油 加油 那一季棒球球 被外野手给戒杀了 我们乐乐棒球队 没有拿到总冠军 却因着啦啦队的热情与呐喊 特别颁了精神总锦标奖 谢谢你们 为我加油 芭比 你的龟壳掉了 有吗 没关系 我的阿宁谷没掉了就好 怎么会呢 是吗 看我的龟派技工 好臭 嘿嘿 别跑 不要追我啦 哈哈哈哈 不要 不要杀我呀 阿宁 把皮和阿宁谷好幼稚 我可不可以脱团 梦游 好臭 就变成河了啦 水流成河满目创移世界末日啦 骆先生 你还好意思说 就是啊 都是你啦 爸比 昨晚你做了什么都不知道哦 阿白 昨天不是还有一整块大蛋糕吗 怎么只剩下残破了一小块啊 明明都是你吃掉的啊 有吗 有啊 昨晚外面刮台风 你的暴时暴龙又发作了 你还蛮 是吗 昨晚我明明在睡觉 昨晚你像疯子一样乱摔东西 还把水管给敲破 一屋子进水都是你害的 爸比一定是在梦游啊 一直要往顶楼冲 都拉不住 哎呦 我怎么可能梦游 做梦倒是真的 我还省有的打落两架战机呢 爸比 你摸摸你的额头看看 痛啊 是被顶楼那颗断裂的树干给砸到的 看你的脚又捆着绷带 嗯 哎呦 说我真的 你就硬要把你的胖脚塞到小花盆里 还把花盆弄破了 哇塞 上面还有臭小子们的签名啊 到此一游 对啊 就怕你不认账 不可能不可能 我虽然有夜晚暴时 梦游的习性 但从来不游出我们家门外 一定是你们恶作剧 嘿 是老爷爷 这是你们家先生的睡裤嘛 昨晚风大 掉到我们家阳台了 对 回来是只穿着四脚大内裤 谢谢老爷爷 您慢走 你明明就梦游 十二点整的时候 打电话给你吗 还南南自语说 说 你一只高跟鞋掉了 要奶奶派南瓜车来接 对啊 梦游自以为是灰姑娘 灰姑娘 写得如辣 烧了 时间到了 烧点了 快快 南瓜车 南瓜车 我的南瓜车呢 姑娘 公子 什么事 这是你钓的一只高跟鞋吗 嗯 是的 姑娘 会太紧吗 不会不会 怎么会呢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要太夸张哦 要是我真的打扮成公主 也是胖得刚刚好而已 喂 啊 是妈 什么南瓜汤啊 你昨晚半夜打电话给我 要我煮南瓜汤啊 我哪有啊 是你在梦游吧 我真的有听到嘟拉说 南瓜汤 南瓜汤 我的南瓜汤咧 是南瓜车啦 不是南瓜汤 不是啊 是你在梦游 说梦话 是你梦游 还是我梦游啊 你啊 我怎么会梦游 你还说要借一只高跟鞋 有吗 我真的有说要高跟鞋吗 梦游是洛家的遗传基因哦 糟了 该不会我们都被遗传了吧 是谁帮人不摔跤啊 金兔 阿尼古 有甲虫王者独角仙 有多大只 我们去抓 这么大 像篮球一样大 太夸张了吧 大型兜虫的独角仙 也不过手掌一样大 你不信 我带你去看 哇 你看 好漂亮哦 难怪有篮球这么大 是立体纸模型 如果有一只 那有多好 哇 三百五 大头生日快到了 怎么凑都不够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定要想办法 妈咪 我要跟你结算金兔 换钱 一次说哈 又看中什么垃圾玩具啊 我在忙 不要吵 一只金兔三十元 一二三四五 扣掉黑兔给我一百二十元 喂 打扰妈咪工作 罪状一条 罚你一张黑兔 立即成效 不算 喂 妈咪 对孩子要有耐性 妈咪给你两张金兔 妈咪英明 一二三 哈 妈咪现在是五只金兔了 一百五十元 你 妈咪 你看 阿尼谷假装是我 写了这一封恶烂的情书 错字连篇 班上都以为我暗恋小丽同学 我死地了啦 我明明就不喜欢 你是我夏天的游泳池 冬天的摇摇里 轻轻的你走过来 这是我闻到很肖肖的味道 我轻轻的跟你回首 妈咪 我要其中链住绝招 把他们的肌头都变黑 好人美好报 你明明就喜欢小哈利 什么小哈利 是小丽 明明就喜欢 不喜欢啦 就喜欢 不喜欢 喂 是大头 要找宁古 好啊好 大头 你找我 你看 就是我送你的 今天是友谊纪念日 我要把最好的 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是小哈利 阿白 有同学找你 阿白同学 我明天要转学了 我是来道别的 你要 虽然 是同学恶作剧 但是那封信 心里还是很感动 楼下好热闹 今天是友谊纪念日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这群孩子真令人感动 谢谢你的礼物 这是送你的 谢谢 我要走了 拜拜 那是我的礼物 没办法 既然要帮我写情书 当好人 那就好人做到底了 我的礼物 你已经送给我了 就没有啊 还抓在我手上了 你明明就给了 好嘛 那我的礼物呢 喂 不要吵了 不如去跟妈咪求情 多给一些惊吐 不就可以买礼物 送给大头了吗 好主意 阿宁古 妈咪念你那么珍惜友谊 特别赏赐你几只惊吐 完成任务哦 对啊 赶快 把礼物送给大头吧 呃 好 给我了 我都 你要不要放手啊 阿宁古 我好了 阿月子 对对 拖鞋放下 可恶 糟糕 你们又在玩什么 小屁孩丢丢球游戏 我要出门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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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宁古 你怎么没有穿拖鞋呢 妈妈今天有约 要自己在家乖乖哦 诶 爸比 我出门了 阿宁古早餐 你帮忙准备 诶 妈咪 你们都要出门哦 大头 今天去公园抓青蛙 不行 今天要去南部看奶奶 诶 阿花 待会去看 拐旗机械科学人展 想要我看展呢 我害羞耶 阿栋今天去打棒球 不行 阿溪 今天我们去杨明山 不行啊 没空 没办法哦 真的不行 都没有空 星期天 安安静静在家不是很好吗 这样吧 中午带你去吃道地的人间美食 那里有汉堡 薯条和炸鸡吗 不是 是中山楼川菜餐馆 不要 那是你这把年纪去的地方 以前你爷爷在世的时候 我多么珍惜跟爷爷一起去 他最爱的中山楼吃饭的日子啊 你怎么这样嫌弃跟我去吃饭呢 不然去另外一个好地方 阿月子 四十年老店哦 想当年高中时代 我和一群哥们放学打完篮球 都会到这家店吃东西 你老妈也在学生时代爱上了这家店 我们总会不起合遇 那汤圆来了 冬天会吃到暖乎乎的甜汤圆 夏天也有清凉酷炫的泡泡冰 有米糕 四神汤 甜不辣 阿月子就像个转运战 紧紧连接着我们高中生的精彩期待 不是啦 我 妈咪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怎么可能看上你 你说对啦 你看 这是你妈高中生的学生照 美丽大方 追求的人多到不像话 我请你了 去哪里了 你喜欢去哪里玩啊 你喜欢跳舞吗 会不会跟我们去溜冰好吧 小洛 你等的人上周车祸进医院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护士小姐 请问一下 我 我等你好久了 这就是我们初恋的感觉 如果没有阿月子 就没有你们这两小子 可在这世间上为非作歹哦 你的故事可以借我作业用吗 你对阿月子的故事这么有兴趣啊 这周学校作文要写一篇伟人自传 你说的故事超大 怎么好意思呢 我不是写你啦 我要写的是我 阿宁古传奇人生 有没有搞错 你几岁啊 才刚断奶没几年 有什么伟大事迹啊 没有你在阿月子追妈咪的过去 怎么会有我们呢 拜托 那是我的故事 你的就是我的 干嘛那么小气啊 而且将来我一定要追书 一定卖得比小儿子好 喂 好厉害哦 小狗 蹲蹲 哎呦 端端 讨厌 出去 说好周末负责带端端去公园 又起不来 哎阿白 端端闷坏了 带她出去溜溜 哎呦 不行啦 时间来不及了 我要敢去补习 喂 带端端去公园跑跑 你也该减肥了 衣服都穿不下了 你什么穿不下 明明是你给我洗缩水 快点啦 我们在等你耶 啊 来啦 诶 端端 走 带你去公园丢皮球 老父亲生成有只忠心耿耿 陪伴二十多年的老狗 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 就是叼起门口报纸 也餐桌上的父亲 他们的感情至亲至友 生命的钟 钟就会老旧停摆 年迈的父亲 像是失去一位重要的亲人 亲手埋了二十多年的感情 也埋了彼此陪伴 应该老当益壮的灿烂 这时我才了解 生命是一种责任 分离的沉重 并非可以如此潇洒 唉 话说回来 家里最反对养生命的是我 但小小年纪的阿宁古 偏偏爱上了生物与自然 像是蜘蛛 蟑螂和猫头 每当被我虚戒的时候 它总是有了最佳借口 那是学校的作业啦 但我最担心的这一天 终于还是来到 爸比 我们养小狗好不好 有没有搞错啊 养狗是一种天大的责任好吗 不准 没得商量 他 掉下去了 小狗狗 回家吧 爸爸不准家里养狗 你快走哦 哇 好大的鱼哦 对了 阿宁古 我好像看到你说的那只流浪狗 在我们家楼下 在哪里 在对面的垃圾桶附近 此刻 心软的马咪 终究还是疏守了 带着淋湿的小狗狗 到兽医院检查 到美娱院梳洗 狗狗正式来到我们家 学年端端 端端 欢迎你哦 欢迎你到我们家 欢迎你哦 唉 生命都会老去 但生命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彼此 都曾经认真拥有过 也许那才是老父亲 感到最值得和最安慰的 我睡饱了 端端 走 我们去公园丢球球 哇塞 我说端端 你也太大小眼了吧 这是演哪一出啊 这么干脆 大了 大了 阿宁呼 我们准备开始吧 一二三 来 马咪你看 我在写毛 笔 字 阿宁呼 坏哑 阿宁呼又闯祸了 YA 今年最摇滚的亲子音乐剧 十月二九三十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一起來闯祸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